來看到親人 登記照顧所引起的 篩人出現 第二過期這三年來 已經有三十四天 對到這種犯罪 涉及人往往有讓人 醫治篩人水減的情緩 仍然今天就相關的記者 邀請學車專家來探討 能夠收發的可能性 照顧新中學生 四十年七十五歲老媽媽 實驗親手結束 五十三歲小孩生命 以照篩人水上班 照現象化的規定 這種陣座沒有彎性 彎起所的空間 地方年十五歲 開工程會搖車專家學生 探討收發的考驗 是否要放任這麼多 這些都不一樣的看法 有人煩惱全民靠台 貪污這些案件 也會到程適用 主定為行發分析 令定較近的 特定處法規定 要讓人家政委 能否減行 全民處理 必須全部都頂張到 所謂議事會員 放任歡迎邀請 若是 不會改革個案 強行欠缺政動性 也建議 不必全民性 條件完成制度 照法官有不一樣的看法 如果單就照顧殺人 做較為寬鬆的修法 很容易就遭到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掛衣漏腕 違反平等原則 等等批評 較好的做法 應該是 對於緩刑規定 做全面的適度調整 放緩刑的條件 跟另外定定一個 較輕刑責的殺人罪 這中間並沒有 互相排斥的關係 這是獨立的問題 那我認為是可以同步考量的 為一百零七年到五年幾月 登校篩檢四驗 已經有34驗 有檢察官是反對 放任原器所適用 學家專家為法律民 電視局變 晚上夜天七 日本的方式議員 是為何保護這部會 要有更完整的規制 記者綜合報道